在即將糧食缺乏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情況下 你浪費牛奶 yeah maybe 至少還是跟牛有關的 那下一個人權運動就更厲害了 我們先直接來看影片 我們可以想一下 跟拯救地球愛環保有什麼關係 這整個計畫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做一個拯救地球的SOP好了 A Standard Operations Procedure 標準程序作業 最終的結果是地球被拯救了 首先第一步 把番茄湯灑在反骨的香日葵上 第二步 把自己的手用強力膠黏在牆壁上 第三個 不知道 第四個 地球被拯救了 所以我們好像在第三個步驟的時候 好像錯過了什麼 當然這兩位年輕有為的年輕人 手被黏在牆上的時候 有詳細的講解他們的目的 他們的議程 我們來聽聽看 他們要怎麼樣達到他這個偉大的目標 什麼是值得更多 藝術還是生活 是值得更多 是值得更多的食物 值得更多的正義 值得更多的正義 或是值得更多的 或是我們的世界和人們的保護 生活的危機 是由油的危機 的危機 是由油的危機 油的危機 是不支撐 的幾千萬人 冷的餓的家庭 所以他們是持續碰在牆上 然後把那個反骨的話 撤走 把他們兩個圍起來 讓別人繼續觀賞 他們兩個 就是把自己 黏在牆壁上那個樣子 那如果連這個方法都沒有的話 他們也沒錢賠 我覺得至少要關監獄 關個十年或二十年 才可以促成所謂的正義在這個地方 你過來沒事摧毀一個 不屬於你的無價之寶 你就是該被懲罰 這是一個正常的 嚴謹的 有秩序的社會會做的事情 我為什麼這麼討厭現代藝術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那些垃圾會被叫成是藝術 一個女警脫褲子尿尿的雕像 可以被說成是藝術 一個黃金的馬桶 取名叫做 America 也可以被叫做是藝術 畫布上面全部都是塗白色的 就掛在那個地方 也可以叫做是藝術 Hunter Biden 吸毒之後 隨便畫的東西 也可以叫做是藝術 造成的就是 真正的藝術 會不會當成是垃圾看 那我是學藝術的 藝術歷史我也學過 被摧毀的 不只是反骨的向日葵 我們來繼續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是 大家可以認出來的藝術品 Leonardo Da Vinci 說 Out of all the sciences us is the queen of communication and now more than ever in this day and age communication of the truth and of the experience of humanity during these times of catastrophic climate change is needed now more than ever 一些暗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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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法國的警察還蠻好 然後 Love that cop 各位可以看出來 這些人 跟那些在推行這些運動的 使用全球暖化來騙錢的 例如美國前副總統 Al Gore 還有鐵達尼號的 李奧納多 皮卡丘 還有上次說 叫大家不要坐飛機 然後自己飛去斐济島 玩的那個 Easy 那些真正的喪性病狂 跟這些被利用的人不太一樣 這些人是真正的去付出行動 然後真正的去做這些蠢事 然後自己以為自己在做好事 以為自己在拯救地球 以為全世界的人都是愚蠢的 只有他們才看得最清楚 類似這樣的事情 在歷史上不斷的發生 不斷的重複 就跟台灣那時候鼎心地溝油事件 然後一群神經病跑去Costco 倒林鳳營的牛奶一樣 與其在這邊炒冷飯 我想說之前台灣同婚的時候一個 算是突然爆紅的牧師吧 台灣把他封為挺同牧師 他叫陳思豪 他跟趙小英牧師辯論的時候 有說過一段話 他好像在很多場合也都說過 他說聖經不能是絕對的 聖經的律法也不可以完全在現代社會實行 他給的例子是 基督徒不能拜偶像 那麼基督徒就可以去別人家 隨便砸別人的雕像嗎 他想要利用這樣的觀點 來合理化同婚這件事情 然後當時竟然有很多基督徒同意 而且還說這是一個嶄新的想法 我要在這裡幫大家解釋一下 聖經上也說 不可偷盜不可貪婪 所以基督徒能不能砸偶像 當然可以 但是只能砸你的偶像 你想要砸別人的偶像 也可以你把那個東西買下來 當那個東西是屬於你的時候 你想幹嘛就幹嘛 你去毀了別人的東西 不但是在犯這個世界的法律 而且還是在犯神給的法律 就是不可行的 基督徒能不能去別人家 看了別人花了十萬塊的 什麼光光 或者是達摩的一個佛像 你就一槌把它砸了 要砸的話 你如果真的很想砸的話 你如果有這個calling 有這個願景要去砸的話 神跟你說話說 你要把這個雕像給砸了的話 那就請你把它買下來 我在讀創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故事讓我非常的深刻 就是 薩拉那時候死了 亞伯拉罕要買一塊地把它埋葬 然後那個賣地的地主就說 不要這樣 請聽我說 這塊田地我送給你 就連其中的洞我也送給你 我在我的族人面前送給你 讓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了 然後亞伯拉罕就說 請聽我說 如果你願意 我必定把地的價銀給你 請你收下 讓我可以在那裡埋葬我死了的人 這句話 我一開始 看的時候 沒什麼感覺 直到 當時以色列總理 奈坦尼亞胡 在聯合國的時候 別人問到他 誰說以色列 這塊巴勒斯坦的地 是屬於猶太人的 他那時候就拿出聖經來說 是這本書上說的 這塊地 不只是神說的應許之地 還是我們猶太人祖先買下來的 你可以不相信我的神 但是收據總看得到吧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說 聖經是共產主義 生產國有化 你看使徒行傳 那些基督徒請記得 從創世紀開始 土地就是私有化的 這也代表說 就算是神應許的 就算是神給我們的禮物 我們也是要努力去爭取 去達成的 而且是要付出相同的代價的 不是說信了耶穌之後 就什麼都不用做 只要禱告就好了 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那回到剛剛 這些環保人士他們的訴求 如何拯救這個地球 我一開始非常不了解 但是看了這個影片 然後跟佛維莎討論一番了之後 他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解釋 而且是只要這些左派的人 全部一起執行 徹底的執行 就可以真的拯救地球 第一步是把番茄 潑在反骨的畫上 第二步是把手黏在牆壁上 第三步是跟那個影片一樣 把自己黏在賽車道上 然後全部都 第四步就是地球就這個樣子被拯救了 或許是這個樣子吧 世界會敗壞 或許就是多了那些人 當然身為一個基督徒 不能用這種世界的處理方式來解決 我們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我們要繼續傳福音 把正確的價值觀美德還有神的話 讓他們知道拯救他們的靈魂 因為如果他們真的成功了 成功了用他們那一套的話 而且我們什麼都沒做的話 那我們就是毀滅地球的幫兇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